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摇滚乐? 1.尹言 摇滚乐是一种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流派 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 摇滚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南部的布鲁斯音乐和乡村音乐 它们融合了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美国人的音乐元素 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随着电子吉他、费斯和古等乐器的发展和普及 摇滚乐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影响了无数的音乐人和听众 然而摇滚乐也经常被误解和批评 被视为一种粗俗、暴力和反叛的音乐形式 因此正确认识摇滚乐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对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介绍如何正确认识摇滚乐 以其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和欣赏这种音乐形式 2.摇滚乐的定义和特点 摇滚乐是一种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流派 它的定义和特点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摇滚乐的定义是一种以电子吉他、费斯和古等乐器为主要演奏工具 融合了布鲁斯、乡村、爵士和流星等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形式 摇滚乐的特点是强调节奏、重复和变化以及高亢、激情和自由的表现方式 摇滚乐的演唱方式也多种多样 有清唱、口叫、嘶吼等不同的风格 其次摇滚乐的音乐元素包括了吉他、贝斯、鼓、键盘等乐器的演奏技巧和音色 以及歌词、旋律、和声等方面的表现 摇滚乐的吉他演奏技巧包括了弹奏、滑音、颤音、扫弦等不同的技法 贝斯和古的演奏则强调了节奏和韵律的变化和转换 歌词方面 摇滚乐的主题涵盖了爱情、自由、反叛、社会问题等不同的内容 旋律和和声则强调了情感和表现力的传达 最后摇滚乐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包括了现场演出、录音制作、音乐视频等不同的形式 摇滚乐的现场演出强调了音乐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和共鸣 录音制作则强调了音乐的制作和后期处理技术 音乐视频则强调了音乐和影像的结合和表现 总之 摇滚乐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它的定义和特点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强调了节奏、重复和变化以及高唱 激情和自由的表现方式 摇滚乐的音乐元素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包括了吉他、笛、鼓、键盘等乐器的演奏技巧和音色 以及歌词、旋律、和声等方面的表现 因此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定义和特点 对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3.摇滚乐的流派和代表人物 摇滚乐是一种多元化的音乐形式 它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摇滚乐的主要流派包括了布鲁斯摇滚 迷幻摇滚 音摇滚 肯克摇滚 重金属摇滚 冰类摇滚等不同的风格 布鲁斯摇滚是摇滚乐的起源之一 它的代表人物包括了查克贝里 利特尔·理查德等人 强调了吉他和口琴的演奏技巧和音色 迷幻摇滚则则强调了音乐和衣识的结合 代表人物包括了吉米亨德·里克斯 格雷特夫尔迪克 平克弗洛伊德等人 用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力量和能量 代表人物包括了阿西 蒂西 吉姆亨德·里克斯 范海伦等人 彭克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剪辑和指尖 代表人物包括了克兰普顿 冲击乐队 绿洲等人 重金属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正滴音和嘶吼的演唱方式 代表人物包括了黑色阿西日、金属乐队、铁娘子等人 另类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创新和实验 代表人物包括了雷迪欧、黑兔、石神等人 其次 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特点和影响也有所不同 布鲁斯摇滚的音乐特点是 强调了吉他和口琴的演奏技巧和音色 对后来的摇滚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迷幻摇滚则强调了音乐和衣食的结合 对后来的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硬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力量和能量 对后来的重金属和音乐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朋克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剪辑和直接 对后来的朋克和音乐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重金属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重低音和嘶吼的演唱方式 对后来的重金属和音乐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类摇滚则强调了音乐的创新和实验 对后来的另类音乐和实验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之 摇滚乐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强调了音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特点和影响也有所不同 但都对后来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流派和代表人物 对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4.摇滚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摇滚乐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它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摇滚乐对音乐的贡献和影响是显著的 摇滚乐的出现和发展 推动了音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促进了不同音乐风格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摇滚乐的音乐元素和表现形式 对后来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电子音乐 正金属音乐 盘克音乐 另类音乐等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 也成为了音乐史上的经典和传奇 如披头式乐队 滚式乐队 吉米亨德里克斯 范海伦等人 其次 摇滚乐对艺术的贡献和影响也是显著的 摇滚乐的音乐元素和表现形式 不仅影响了音乐 也影响了电影 文学 绘画等不同艺术形式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 也成为了艺术史上的经典和传奇 如安迪沃霍尔 罗伯特克拉普 吉姆莫里森等人 最后 摇滚乐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也是显著的 摇滚乐的出现和发展 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强调了自由 反叛 平等等价值观念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 也成为了社会和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 如披头式乐队 耶和列农 道伯迪伦等人 摇滚乐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如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 1970年代的朋克运动 1980年代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等 因此 摇滚乐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是显著的 摇滚乐的出现和发展 推动了音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促进了不同音乐风格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 也成为了音乐史上的经典和传奇 对后来的音乐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摇滚乐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反映了当时年轻年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为社会和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摇滚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等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5.摇滚乐的争议和误解 摇滚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也经常受到社会和文化中的争议和误解 这些争议和误解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摇滚乐被视为一种粗俗 高丽和反叛的音乐形式 这种观点主要源于摇滚乐的演唱方式和歌词内容 如吼叫 丝毫 暴力 性等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以及其的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其次摇滚乐被视为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这种观点主要源于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的形象和行为 如服装 发型 酗酒 吸毒等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摇滚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以及其对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和启示 最后摇滚乐被视为一种过时的音乐形式 只适合老年人或怀旧者欣赏 这种观点主要源于摇滚乐的起源和发展 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以及其在当代音乐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为了消除对摇滚乐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 了解摇滚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定义乐的定义和特点 以及其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摇滚乐 避免对其产生误解和偏见 其次 欣赏和学习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我们可以通过欣赏和学习木头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 了解摇滚乐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避免对其产生单一化和成就化的印象 最后 积极参与摇滚乐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摇滚乐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我们可以通过参与摇滚乐的演出 音乐节 展览等活动 了解摇滚乐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以及其对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和启示和特点 以及其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摇滚乐 避免对其产生误解 六 如何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欣赏和学习摇滚乐是一种充满乐趣和挑战的过程 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和技能 下面将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的角度 分析如何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以及如何选择和学习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首先 欣赏摇滚乐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 摇滚乐的音乐元素和表现形式 常常具有强烈的节奏感 动感和情感 需要我们具备对音乐节奏 和声 弦略等方面的理解和感受 同时 摇滚乐的歌词内容和表现形式 也需要我们具备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多听摇滚乐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 了解摇滚乐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 其次 学习摇滚乐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和实践经验 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常常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创造力 需要我们具备对乐器和音乐理论的掌握和实践经验 因此 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如吉他 贝斯 古等 通过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掌握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最后 选择和学习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选择和判断能力 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常常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同时 我们也需要了解不同乐器和技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以便更好的掌握和应用 综赏 欣赏和学习摇滚乐是一种充满乐趣和挑战的过程 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和技能 我们可以通过多听摇滚乐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 了解摇滚乐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 同时 我们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通过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掌握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最后 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选择和判断能力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了解不同乐器和技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以便更好的掌握和应用 对于选择和学习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 了解不同乐器和技巧的特点和风格 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常常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如吉他的弹奏技巧 贝斯的节奏感 鼓的打击力度等 我们可以通过听摇滚乐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音乐 了解不同乐器和技巧的特点和风格 以便更好的选择和学习 其次 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以及乐器的价格和难度等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咨询专业的音乐老师或乐器店的销售人员 了解不同乐器和学习方式的优缺点 以便更好的选择和学习 最后 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掌握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掌握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逐和弦 节奏 旋律等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音乐学校 音乐配信班或自学音乐教材 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以便更好的掌握和应用 所以 选择和学习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选择和判断能力 了解不同乐器和技巧的特点和风格 选择适合自己的乐器和学习方式 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巧 掌握摇滚乐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 通过这些步骤 我们可以更好的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提高自己的音乐送养和技能 7.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摇滚乐的起源 发展 特点 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分析了摇滚乐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争议和误解 以及如何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通过对摇滚乐的全面介绍和分析 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摇滚乐的定义和特点 以及其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同时 本文也强调了正确认识摇滚乐的重要性和价值 以及如何消除对摇滚乐的误解和偏见 摇滚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具有多元化和创新性的特点 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摇滚乐的起源和发展 推动了音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促进了不同音乐风格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和乐队 也成为了音乐史上的经典和传奇 对后来的音乐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摇滚乐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为社会和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 然而 摇滚乐也经常受到社会和文化中的争议和误解 摇滚乐被视为一种粗俗 暴力和反叛的音乐形式 被视为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 被视为一种过时的音乐形式 这些观点忽略了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以及其的音乐 艺术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因此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重要性和价值 消除对摇滚乐的误解和偏见 得于欣赏和学习摇滚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正确认识摇滚乐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了解摇滚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定义和特点 欣赏和学习摇滚乐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选择和学习摇滚乐的乐器和技巧 积极参与摇滚乐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通过这些步骤 我们可以更好的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技能 了解摇滚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为摇滚乐的发展和传承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 摇滚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 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具有多元化和创新性的特点 对音乐 艺术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重要性和价值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了解摇滚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 消除对摇滚乐的误解和偏见 为摇滚乐的发展和传承做出贡献 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欣赏和学习摇滚乐 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技能 丰富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生活 享受摇滚乐带来的乐趣和挑战 因此 正确认识摇滚乐的重要性和价值 对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